最佳纪录片得奖的是 时代革命 金马奖颁奖人陈湘琪颁发最佳纪录片 得奖者一公布全场热烈鼓掌长达15秒 时代革命得奖 香港导演周冠威也透过事先录好的影片 跨海发表得奖感言 这次最佳纪录片由记录香港反送中的时代革命获得 甚至还是这次金马奖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针对香港作品获奖 提到三部电影当中包括时代革命 直言这次作品感动了许多关心香港的台湾人 只是反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脸书文章却通片只字未提 朱立伦还在脸书放上出席金马奖的照片 背板上还可以清楚看见时代革命 发文却一字不谈显得格外尴尬 文章曝光不少网友纷纷在底下留言敲碗时代革命呢 还有人引用电影返校的经典台词高级钻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 其实朱立伦今年三月还发文针对香港大选改制 脸书上几乎要声援香港民主 只是在参选党主席后挺香港似乎就消失不见 这次发文刻意避开敏感电影 结果却反而被网友猛酸 三令新闻张环轩下报名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